阅读好时光 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 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 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 看见生活的幸福 是的 欢迎公众的好朋友们 回到的是韦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了 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 我们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 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分享的 是由三名出版社出版的绘本作品 毛毛虫男孩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毛毛虫男孩绘本故事的作者 也是绘者的江明公老师 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江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江明公 是 欢迎江老师 老师您在台中 是 我在台中 是 老师有机会上台台北的时候 来到节目当中亲自来做一些分享 好 谢谢 谢谢您 是 那老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绘本故事 是毛毛虫男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诶 韦华那时候觉得蛮好奇的 是一个叫做毛毛虫的男孩 还是还是男孩长得像毛毛虫呢 先请张老师来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好 谢谢维华姐 应该说这本书是我自己在画这边的故事 那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小男孩 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因为他的脸上住了一只毛毛虫 对 大家都很害怕毛毛虫 其实小男孩也是很惧怕毛毛虫 尤其是在脸上的毛毛虫是赶也赶不走 所以小男孩常常就总是独自一个人 然后独自完成很多事情 其实他心里面其实是寂寞的 他也希望有朋友来跟他一起做分享 然后跟他一起互动 那其实我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那后来怎么去克服这个恐惧 那等一下我们听一下故事 大概就可以了解了 好 刚老师还提到了 这是你自己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吗 是 我自己的故事 哦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毛毛虫男孩 如何克服恐惧的故事哦 那等一下再请老师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是您的故事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就先来听故事咯 好 毛毛毛虫男孩 三名出版社 作者会者江明公 哎呀 啊 有可怕的毛毛虫 大家都不喜欢毛毛虫 小男孩洋洋也是 可是羊羊的脸上却有一条赶不走的毛毛虫 羊羊脸上的毛毛虫变得好大 好大 哎 倒不成偶像明星 怕没有人跟我结婚 我怕被别人取笑 毛毛毛虫 毛毛虫吃掉了羊羊的梦想 也吃掉羊羊的信心 羊羊自言自语地说 应该没有人愿意和我当朋友吧 大家一定会被我吓跑的 所以 羊羊总是一个人哼着歌曲 画图给阿毛欣赏 一个人看书 念故事给小金鱼听 一个人孤单地去公园 喊阿毛赛跑 一个人坐在鞦韆上 羊羊偷偷地流下眼泪 其实羊羊一点也不喜欢一个人 她也好想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和大家分享她的图画 羊羊说 哎 都是讨厌的毛毛虫害的啦 最近 学校最受欢迎的话剧比赛 即将展开了 全校师生都好开心啊 只有羊羊 安静地坐着表演道具 听到同学兴奋地讨论角色分配和台词 羊羊的头 垂得更低了 话剧表演那天 班向饰演虎客船长的同学 突然不能上场 大家慌张地乱成一团 哎 虎客船长呢 他好像肚子痛 去上厕所了 那怎么办 要轮到他上场了 老师充满自信地安抚大家说 别担心 我有办法 就在小飞侠挥着短刀 抢救朋友时 哦 神秘的虎客船长出现了 神器的船长帽 飘扬的长披风 还有很酷的刀疤也 帅气的虎客船长 牢牢吸引住大家的目光 话剧比赛落幕后 虎客船长得到了最佳造型奖 那也是羊羊制作的道具哦 同学惊喜地说 哇 虎客船长原来是羊羊耶 就是这啊 羊羊好帅哦 这是羊羊第一次 让毛毛虫清楚暴露在大家眼前 可是现在的羊羊 只想赶紧远离大家的目光 偷偷地躲起来 老师关心地拍拍他 羊羊却急哭了 羊羊低着头 哭着说 你们不怕我脸上的毛毛虫吗 他很像是电视里的大坏蛋吧 呃 大家应该不想和我当朋友吧 嗯 我的小臂也有一条毛毛虫啊 羊羊是我的同学 也是我的朋友 不怕啦 我觉得很酷 羊羊很热心 帮大家好多忙 羊羊是最棒的好朋友 同学的话语就像冬天的阳光 温暖羊羊的心 也晒干脸上的泪 羊羊开心地给同学一个微笑 也给自己一个微笑 大家开心地一同游戏 如同飞舞的蝴蝶般轻松自在 现在的羊羊不再收劝 他会大方地说 我是最与众不同的毛毛虫男孩 我可以和你们做朋友吗 好 老师 嘿 你好 我们听完了你的作品 哇 说得好棒 真的吗 我边听着我也边翻着那个书 我觉得能让配乐出来的话 更让我觉得更有感触 是 有一些的画面感 所以听完了毛毛虫男孩的故事 我想空中的好朋友们 您大概也能够有基本的理解 那个毛毛虫老师指的就是 我们身上 您的故事 但是如果印在我们一般朋友的身上 就是我们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都有那个所谓不完美的印记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其实我在画这本绘本的时候 我其实蛮挣扎的 对 然后因为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然后最重要的地方是 我一直会以 我真的会像毛毛虫的男孩子的想法这样子 会有很多的预设的立场 对 然后我自己 也有很多自己对于自己的想法跟憧憬 但是有时候也总会一些退却吧 应该要怎么说 对 所以后来 但是刚好我就看到了三民出版社 他就做这一次的那个 绘本的增稿活动 然后又是一个叫克服恐惧 我礼拜天那一天 刚去台北的三民书局 跟孩子分享这样 分享这个故事跟活动 真的吗 对 老师你才上来啊 我才刚上来 礼拜天 礼拜六那一天 对 我在三民书局带了活动 然后跟了好多的亲子 来再分享这个故事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 我想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想说要克服恐惧 那克服什么呢 我不怕蟑螂 还是克服 我终于敢吃青椒了 好 可是后来我觉得 有什么东西或什么样主题 是让我觉得最深刻的 后来我就想到毛毛虫 对 也是有一天我开着车 然后呢 到加油站 加完油脂后要准备洗车 我突然看到一个蒙面人 然后洗车的先生是一个蒙面人 我大概扔住了 我就问小朋友说 你知道为什么他把脸蒙起来吗 小朋友会有说 因为他好多好多不同的答案 对 可能有发生家长那边提点说 因为他的脸受伤 我说对 他就说那为什么他 为什么他的脸会受伤呢 然后开始小朋友 好多的好多好多的那个反应 因为他不乖 因为他不小心 因为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说对 我说我们才知道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 跟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人 对 但是他们也很努力啊 在阳光下面 很认真做他们的工作 对 所以 我那时候才想说 我应该画这本故事 对 只是比较 我运气比较好的地方是 因为我没有卸助这种体质 我没有 所以毛毛虫在我脸上的时候 它会 它是一个凹痕 然后它是随着光影 就有点变化 所以一般像凭光的时候 小朋友在找 你没有啊 你骗人 我说不是不是 是因为我比较幸运一点点 然后呢 刚好就是会这样子 对 然后它是一个十公分的伤口吧 对 小时候我的家庭 我爸爸妈妈做打货点 然后没办法顾着我嘛 然后就端着碗 要从楼上到楼下吃饭 一不小心滑倒 对 然后 我从楼梯滚下来 碗也破了 就直接在脸上画了一大痕 对 然后后来爸爸妈妈大很紧张 把我送去医院区 然后那个年代 我已经是大叔年纪了 我大概我已经因为我四十岁了 对 我那个年代的话 并没有那么像现在那么好的医疗 对 所以 我记得我最记得是 我是被爸爸妈妈 还有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 拉着 就是拉着牵直住手跟脚 然后直接这样子 把脸的发很发缝起来的 伤口缝起来 对 就是连麻药都没打对不对 对 我都快忘记我妈妈说 我记得妈妈说应该是没有麻药 因为伤口很大 血一直渗嘛 然后只是只能说 这样 而且小孩 因为那手机 年纪小 对 根本你就只要 根本打了 只是多痛而已 嗯嗯嗯 直接就把它 对 等到我最记得 哇中间的哀嚎 什么之类的状况 到后面 然后 等到全部完毕之后 就包着脸 就像一个木乃伊这样子 露出一颗眼睛 对 那时候很多人想说 我先想说 应该不是我想 应该很多人都会那么想 应该好了 应该也毁容了吧 是 对 可是 我觉得老天对我很好 很眷顾 然后 所以 这毛毛虫 随着我的年纪 没有做它慢慢变大 但是如果你吃 它也慢慢变淡 嗯 对 然后 我有今时也戴上一个眼睛 其实基本上不真真看 是看不出来 是 可是 后来我经历 我看过了 嗯 之前 八仙城报 嗯 有好多年轻人 对 做了 不小心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意外 对 然后有好多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我更有 更有感觉 因为他们 大家都是 荒年华的年纪 嗯 那要怎么去面对呢 怎么去走出来呢 嗯 对 所以那时候 所以我很感谢 我的爸爸妈妈妈 他很支持我喜欢 让我做我喜欢的事情 嗯 对 所以 我很喜欢画图 所以我就去学了画图 对 然后我在画图里面 拿到很多 自我的肯定 嗯 对 不然我是朋友的肯定 老师种的肯定 嗯 或奖项的肯定 嗯 我觉得找到自我的认同的价值 嗯 对 所以后来 我也变成一个 变成一位美术老师 嗯 然后呢去教导很多的孩子去画图 是 对 然后也因为 我会画的图 然后会写很多故事 就写的 不敢说很会写故事 但是就做了一些绘本 嗯 跟分享 所以 后来我也上了 客家电视台 嗯 当了小 第一次上了电视 当了小小的明星 哦 对 然后就跟 里面的老杨阳一样 他有好多 他做了好多 他不敢做 可是没有人 没有人 就是 他预先设定的立场 嗯 然后可是他 其实他竟然全都完成了 嗯 然后后来我也 结婚了 嗯 我还有 两个宝贝蛋 是 对 所以其实 我想把这故事 很简单的 然后很 温暖的 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去 除了去 嗯 与其在抱怨自己的不足 抱怨自己的不美好 嗯 其实你可以去看看 其实自己还有更多更好的地方 是 对 对 所以老师 你再写下这个故事 除了是自己的故事之外 对 你也看见了 在我们的 社会当中 有很多 因为颜面伤残 的一些的朋友 是 他们可能都是 不敢看见阳光的 不敢在阳光之下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 你将这个男孩的名字 取作洋洋 也是有特别的含义 是 我好厉害 真的是 没有错 我当初取这个言明 真的就是这样子 没有错 是 是 所以我们要透过 呃 江明公老师 您自己的一个 亲身的经历 是赋予在毛毛虫 南海当中 一个最重要的意涵 就是或许 呃 每个人在生命当中 都有害怕跟恐惧的事情 或者是不想被别人知道的 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呃 那个克服恐惧 很重要的一点哦 除了自己内心的一个强大之外哦 我觉得外在的一个呃 鼓励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 你也放在这个故事当中 的确 因为我那一 所以我办活动那一天 嗯 我后来我觉得好像有 有些东西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嗯 所以我后来我 我再叫去台北的前一课吧 嗯 上我打开电脑 我把我跟我同学们 高中的同学 国中的同学 大学的同学 研究所同学 大家一起 都喜欢的合照 我全部拿出来了 嗯 我说你看 我真的有很多朋友哦 他们没有因为 我有毛毛虫 然后不跟我当朋友 是 对 然后我还拿了 呃 得奖的时候 然后 一些一些资讯 嗯 就是一些店的影像 跟大家去分享 你看老师 我也很认真哦 我真的也做些事情 嗯 所以其实老师 并没有被毛毛虫 去被打倒啊 嗯 所以我只想要让孩子更多 更能够 呃 更温暖的 去体会 或者是去关怀 嗯 这个社会 跟很多不同的 不一样的人 嗯 对 主要我就是做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分享 对 然后睽違三年了吧 嗯 对 三明出了这样一本书 其实我蛮惊讶的 是 对 这是 老师你得到三明会本奖 对不对 对 克服恐惧 对 对 嗯 所以那我才做了这一本 跟大家去做分享这样 是 所以老师我们从毛毛虫南海 这本故事哦 不只是认识生活的周遭 嗯 有一些的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的 颜面伤财的一个问题之外哦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像老师您刚刚提到的 那个言语的力量 对不对 对 嗯 其实就像大家说的 霸凌嘛 对不对 嗯 学校有 学校的霸凌 社会的霸凌 嗯 这个部分在教育来讲都是难免的 因为孩子不懂 嗯 但是所以在师长还有家长的角色 我就觉得就蛮重要的 是 对 其实 呃 我们每一次都会看到不同的一个重点 尤其是 我现在教了好多的 我的学生分布的好广 嗯 我都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内听到孩子在跟我做这个部分分享 我很幸运地方是 嗯 我很高 我192公分 但是我可以跟孩子 真的吗 对 我192公分 哇 对 我是高高瘦瘦的 然后呢 嗯 然后我可以这样子教儿童美术 然后跟孩子完全没有任何的隔阂 嗯 对 我就教了 这样子算起来 我快教了快了 已经 应该有20年了 嗯 我从大 我从大二就开始出来教 所以我很喜欢跟孩子互动的去对话 因为他们很会 透过绘画的那种直觉的表达方式 嗯 他们会很直觉的 就是很 没有所谓的呃 太多的隐藏的部分 把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 或不开心的事情 或开心的事情 会 变化的时候 变跟你分享 嗯 对 其实我在话会本说 很多的部分 不仅只是我的故事 也有可能是孩子的故事 嗯 那 所以我才跟大家每个人分享说 我的孩子 跟我的学生 都是看我的故事第一手的人 是 透过他们的想法 然后他们的感受 我再去做一些 呃 修改 嗯 对 所以我应该是算是这样子 所以不论说 他有没有得奖或怎样状况 嗯 我觉得 我都很开心 嗯 因为我 已经有很 有固定的一些的小读者了 嗯 嗯 对我觉得 这对我来讲 比较重要 所以我在跟孩子互动的部分 我听孩子这样跟我说的时候 嗯 他会跟我讲说 因为我比较胖 所以小朋友就像我什么 小胖 对 然后或者是有的小朋友会跟我说 啊我只是因为我比较 我的反应比较没那么好 嗯 所以大家就骂我阿呆 嗯 我说 可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 像老师会画图 你们觉得我很厉害 可是我数学就算得不好 嗯 对 可是老师也不会因为数学 算得不好 也没办法 读到很多的书啊 嗯 对 但是不是说我们不好 然后我们就不去 就不去努力 是 对 这是不一样的 我还是尽力把它去做到 嗯 对 我觉得这个 只要我们努力了 尽力了 我觉得就很不错了 是 对 其实猫猫猫虫男孩 其实也是 跟大家分享也是讲的 就这样子 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法克制的 嗯 猫猫虫 赶不走 嗯 对 就算 整形科医生讲的 就算赶走了 它还是会留在上面 是 对 可是 如果你用另外一种心态去看待它的时候 嗯 其实 你就不觉得它会影响到你很多的 呃 不便或者是什么样的 想法 嗯 重点是在于自己嘛 嗯 所以后来我觉得 其实我后来我觉得 其实这部分我跟孩子 讨论过 看过这个故事 讨论过这部分 其实孩子很多很惊讶 他说 嗯 我不知道 老师我不知道你脸上有毛毛虫 哈哈哈哈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多想了 嗯 还有就是家长跟社长的角度 嗯 所以我们会 比较正向跟孩子去鼓励 就说其实 好话是一句话 坏话是一句话 那我们就多说一点 祝福人家的话 嗯 那可能你会觉得 你你收到的祝福会更多 是 是 对 是这样子 所以老师你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 自己觉得 不好的 不完美的 对 嗯 或许别人不是这么的去看待 而是我们自己去放大 是 嗯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预先预设的立场嘛 嗯 对 然后每个人还是比较 会比较自我为中心一些 嗯 总是希望 比较在是别人的看法 然后 所以他可能就会把自己很多 自己觉得不好的地方 去 去 去怎么讲 不停的去 放大 嗯 或者是很 比较很 很苛刻的去检视他 其实对于别的其他人来说 并没有这样子 对 对 所以我后来我去 我就跟孩子去鼓励 就是说其实 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专场 嗯 然后去发挥自己的能力 嗯 对 其实 人家会到时候看到的 只会看到你 发光发热的地方 嗯 不会去想到那么多 你那么多 看到你那么多 阴暗的地方 是 对 我觉得 当江明光老师的学生 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觉得 嗯 在学习画画的过程 是另一个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可以带来我们的 呃 心灵正面的一个力量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嗯 嗯 而且我 我在谈到老师的这本书哦 其实 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说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想太多了 那毛毛虫就会放大 对 因为老师你在画当中 好大一只 对 嗯 真的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画面 他跨到隔夜去了 对 跨到隔夜去 对 而且我们就是 越想越负面的时候 那毛毛虫就变大了 对 嗯 而且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 哇 实在北面那么可怕 没那么恐惧 后面越好越恐惧 是 是 对 所以其实那就是 其实跟小朋友的想法是一样的 嗯 对 所以我后来 我跟 小朋友有问我一样的问题 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大一只 很恐怖 真的吗 对 我刚刚说 可是这样子才能表达说 老师那时候我自己对这件事情 我有多惊恐 我有多害怕跟畏惧 是 对 然后可是 用毛毛虫代替 然后真的没有想到最后 它会变成蝴蝶 嗯 可是所以我会跟孩子分享 蝴蝶的结果不见得 它叫做是最美丽的结果 嗯 对 因为有孩子更聪明跟我说 老师你知道吗 毛毛虫不见得会变蝴蝶 它会变蛾 嗯 对 对 所以 我这一期小朋友很聪明啊 年代不同了 对 我就说是啊 嗯 我说鹅也不见得是我们看到那种灰灰暗暗的啊 嗯 也有很漂亮的啊 对 所以我就把我教学经历跟孩子分享 说我曾到山顶上的小学教授 是 然后我第一次看过那个鹅 嗯 跟手掌一样大 哦 它叫做黄鹅 哦 哇 它也长得好漂亮 翅膀张开的时候像一只猫头鹰的 嗯 嗯 对 所以其实 它都是一样的 嗯 然后会引起孩子的 嗯 我们讲的 注意力 引起孩子的好奇心 对 那其实这只故事 才达到的目的 就达到了 所以我不会在后面跟孩子说 所以我们以后要怎样怎样怎样 嗯 因为其实孩子自己会有同理心 是 它会乐于跟你去分享 嗯 对 那其实 与其跟孩子说好多话 不如去 留点时间 听听孩子怎么说 是 对 可能有更多的收获 嗯 可以跟孩子做一些的讨论 哦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跟孩子分享这本绘本故事的时候 嗯 也可以照着老师所提的一些的 呃 方法 跟孩子做一些的沟通哦 是 我也是跟我孩子这样说 嗯 嘿 我也是习惯跟我的孩子 做这样的 这个 共读的 这部分 嗯 对 所以 就当现在 我儿子现在是 我103年 应该5岁了吧 嗯 然后正要读中班而已 是 对 可是他很有他自己的理解度 嗯 所以其实我在跟他在分享这绘本的 共读的时候 嗯 我会直接念故事给他听 嗯 然后他不断告诉我我发现到什么 我看到什么 嗯 对 到最后面我跟他说其实 你知道吗 嗯 我画的是爸爸而已 我儿子认住 哦 你说你是画你哦 嗯 我说是啊 嗯 那你不知道我脸上毛毛虫吗 他说 我不知道哎 在哪里 嗯 然后我就别了他看 嗯 然后 我跟他说 那你会怕吗 他说 不会啊 爸爸你应该 我儿子竟然跟我讲一句 爸爸你应该很痛吧 哇 我听到的时候其实 好窩心哦 对 眼睛都红了 嗯 对 其实这样跟你讲的时候 哇 都会觉得有点梗涩 嗯 其实就是一样的 其实那种温暖的心 跟那一种态度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 呃 这不是我们预先设定的立场 我没有想过孩子会这样 我会这样回答我 嗯 对 他不会跟我讲说 好可怕 好油 那怎么办 嗯 他就跟我说 那爸爸你应该很痛吧 嗯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说 嗯 我 我觉得我的孩子很棒 嗯 对 他会比较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窩心的孩子 嗯 对 暖心的孩子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于现在的孩子 我觉得真的是 比较需要的 对 社会太多不一样的 太多面向了 是 对对对 我主要希望孩子都能够单纯一点 是 然后开心一点 善良一点 是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 焦明光老师的分享当中哦 把老师您所创作的绘本故事 毛毛虫男孩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和孩子分享的时候不用限制孩子的想法对不对 对 多给孩子呃表达他自己意见跟想法的一个时间 对 然后多听孩子呃怎么说怎么想 对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对 我觉得这本绘本故事给大人看又有很多很多启发耶 是啊 其实绘本其实在台湾很 是不是可能在目前在台湾的社会很多人还是认定说绘本就是给孩子看的书 嗯 其实我们有很多绘本的创作朋友 其实根本也没有那么觉得说这树定是只有大小朋友看 嗯 其实大人是也可以看 因为他只把一件事情用很比较用简单的图像 然后比较单纯的图像跟文字去述说 嗯 就只讲一件事情就这样而已 嗯 其实后面的思考的 我觉得思考的那种连结度 才是我觉得那是不愧本故事会告诉我们大家的 嗯 对 就是不过来就是从孩子的话语 或者是从画面的一个呃表现方式 对 就像呃你们有人看到说吗 毛毛松好大只哦 嗯 对 对有人说 对对对我家有一只狗 有时候我很忙的时候 有时候我没有朋友的时候 我只想要跟我家的小狗阿毛说话而已 嗯 对 然后或者是说到后面的部分是演话剧 嗯 没想到他每天头低低的而已 然后他竟然敢去做言语的表达 他敢上台 嗯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所看到不一样的面向 嗯 对难道他真的只会 痒痒症子会低低低低的做道具嘛 嗯 我以前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嗯 对那你看我现在会说话 我也不是以前就会这样跟大家一直讲课 是 对有一天 我突然我大学念的是设计 嗯 设计的时候 除了设计作品之外 我还要去推销我的作品 嗯 我的天啊 刚上去 刚上台 什么话也讲不出来 教授只讲一句 你这样子东西 怎么卖得出去啊 OK 开始重新练习 对 讲我自己的作品 特色在哪里 对 然后优点在哪里 对 那其实 我们也是这样 逐一去训练而来的 所以其实 人会不断的去成长 孩子也是一样 是 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提吗 老师你真的跟我一样 我以前超 超害怕上台说话的 会发抖 会发抖吗 会发抖 而且我只会说出 我自己的名字三个字 我叫林伟化 那之后我就下台了 我就说 不要再叫我讲了 我就下台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 做广播节目 对啊 他有好多上台的机会 是啊 都是一样 对 所以我也克服了 我的毛毛虫 是一步一步的克服了 对 大家都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每个都有 都有跨不了的关卡 对 可是 其实你不去碰 你永远都跨不了 是 可是不小心 你真的跨了第一步 嗯 你就会慢慢的往前再跨 哪怕只有近 只有走一公分 是 那也是往前跨 是 是啊 没错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吧 没错 对对对 好 我们除了要克服自己 心里的那个恐惧的毛毛虫之外 我也希望空中的 每一位的朋友们都可以成为 当别人要去克服那个恐惧的毛毛虫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正面温暖的那个力量 对对 嗯 我们的力量真的很重要 是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维华 谢谢 维华姐 谢谢 不会 毛毛虫男孩推荐给控装的好朋友们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去选购一下吧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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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